他最后准了一周假,我住了一周院,其实我要两周假是想歇歇自己那颗疲惫的心,我怕自己忍不住一个冲动对宋少成表白,单相思太折磨人,我每天都怕自己忍不住扑倒宋少成。 我专挑了个中午的时间出院,他说我是他首席秘书,自然要住得尽,于是他安排我住他隔壁,当然那是他的房子。 我住在这里五年,跟他同进同出,但我们真是住在两套房子里。 我一出电梯,迎头撞上他和一女的从他那套房子里出来,那女的,大波浪长发披散在肩后,五官明艳,妆容精致,身材更是火辣,绝对是一个妖娆大美女。 我一下愣了,宋少成看到我也是一愣,挑了挑眉,出院了。 我瞬间回神,克制住内心的强烈好奇和难受,微笑着打招呼,是啊,宋总。 宋少成显然不想要介绍这位大美女,我只能冲着人家微笑汗手,质疑眼神的注目里。 那位美女看看我,也是微笑汗手。 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出来,美女眼中带了一抹淡淡的锐意,虽然藏得很隐秘,但都是直场白骨精,我还是察觉到了。 既然出院了,赶紧收拾下上班。 宋少成丢给我这么一句话,就转身带着美女进了电梯。 直到电梯的门关上,我还能在走廊里半天回不了神。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宋少成,带着女人回来。 我的心好酸,像是打翻了醋缸,不只是酸,五味杂陈的,很是憋门。 回到家,我平复了自己的心情,打电话给我的副手,小林,我离开的这一周,公司有什么大事吗? 今天上午新加盟一位美女副总,是一个非常美艳的女子,气场很大。 小林道,难道就是这个女人吗? 上午刚到,中午就领回家睡。 这也太饥渴了吧? 刚挂了电话,又来了电话。 我看了一眼,居然是我们公司之前的一个合作伙伴,罗总。 我立刻接了起来,罗总,您好。 周密,宋总订婚宴的情节你发给我一个,宋总的订婚,我必须得到场。 我的心瞬间刺痛,他要订婚了。 挂了电话,我的一颗心彻底地沉了下来,脸上再无一丝一毫的笑容。 我居然不知道宋少诚要订婚了,这对我这个首席秘书实在是奇耻大辱。 甚至,我都不知道公司加盟了一个新的女副总。 也是,我只是一个秘书,并不是决策者。 宋少诚凭什么跟我商量? 就算是智闷,我也只能憋在心里。 想着他已经要订婚了,而我作为首席秘书,肯定要操持宴会。 我不。 我不能保证我的职业素养在宋少诚的订婚宴上可以做到毫无破绽,所以我准备回一趟老家。 我想了下编辑了个信息,宋总,冒昌的罗总打电话要您订婚宴的情节。 具体事物我不清楚,但也没有拒绝。 另外,我请假一周,须回一趟老家。 信息刚发完,电话就打来了。 周密,你行啊,为了偷懒连回老家这种理由都能找得到。 他并没有否认订婚宴的事情。 我心里百感交集,宋总,还没恭喜您呢,要订婚了,是要订婚了。 宋少诚沉声道,所以很忙,你别给我添乱,我的心如坠冰枯。 我要感谢宋少诚沉声道,让我还能在此刻找到自己的声音,并且还能若无其事。 宋总,我真的需要回去一趟。 三天后,我订婚。 宋少诚道,这样吧,等我订婚宴过后,你再回去。 这么快,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随后,我又觉得自己这样说,可能会有奇异,立刻改口。 我的意思是,您这样的身份,婚礼不能办得仓促了。 只是订婚宴而已,又不是结婚。 他的语气好像很敷衍,也很不耐烦。 那也不能敷衍。 我就是论事。 无论怎样,这是宋少诚的订婚,人生既然决定走这一步。 以他成熟的年纪,必然明白婚姻的重要性。 所以,你来发请柬,订宴席,你来给我选礼服,帮我操持,细节把控。 你什么都没做呢? 我惊呆了,所以让你做呀。 他说的冠冕堂皇。 我对他来说,这么有用啊,于情于礼,我确实不该逃避。 虽有各种不愿,还是决定面对。 也许,心碎得越厉害,死心得越快。 于是,我听到我的声音,好,我这就去公司。 周姐,宋总说你来了,立刻去她办公室。 小林一看我到了公司,立刻就跑来担心地看着我,你怎样了? 身体好了吗? 好多了。 我保持微笑。 那就好。 小林偷偷偷在我耳边滴雨,刚来的李副总也在里面。 我刚听说,李副总就是宋总的未婚妻,马上要举行订婚宴。 刚来的女副总? 我看了眼宋少诚办公室那边,就是宋总的未婚妻。 嗯,是的,小林看我的眼神好像很同情。 大概我这些年对宋少诚太好。 她也有点怀疑我喜欢她了,但我真的不敢流露出分毫,可小林是我带出来的,她也会明察秋毫。 知道了,你忙你的,我去找她。 我微微点头,拿了我准备的文件,面带笑容,朝宋少诚的总裁室走去。 敲门之后,得到允许,我就进门了。 一眼看到宋少诚坐在她的大班椅上,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今天中午从她家与她一起出来的明艳美女。 两人同时看向我,李副总,不好意思,上周请假,不知道您已入住公司,还是我们宋总的未婚妻,是我这个秘书的失职,这种情况,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我先一步开口,面带微笑,表现得恰到好处,无懈可击。 李副总笑笑,没什么,是我不让少诚说的。 宋少诚皱了皱眉头道,林蜜嘴巴挺快,周蜜,他跟你比还差点事,还得调教。 是,我微微汉手,宋总,您找我来,是有要紧是要吩咐吗? 婚宴的事情,你有头绪吗? 宋少诚道,这个是目前三日后还能订到的酒店宴会厅名单。 我弟过去,刚才临出门之前,打电话预约酒店回馈情况。 全是比较好的酒店,只有这三家可以订到,而且还都是晚上的,订餐规格在上面,具体什么价位,您来敲订。 宋少诚一愣,看向我弟过去打印好的资料,不动声色地看了眼李副总。 李副总也看看我,我面带微笑,弟过去一打彩印打印纸,礼服只能买现成品了,因为时间紧急,没办法定做。 这是样品,男装礼服六套,女装礼服六套。 你二位可以选一下,如果看不中,我再跟对方要一些样品图。 周秘书,行啊,这么快的效率,才刚知道我和少诚要订婚,就做了这些准备。 李副总看向我,言辞间都是夸赞。 早跟你说了,有周密在,什么都不用担心。 宋少诚对他未婚妻说道, 我有点猛,没想到我在宋总心里地位如此高,简直是无所不能啊。 领教了。 李副总笑得非常含义分明。 妈妈你会领教的,有周密书在,我省不少心,他是我西天取经路上的孙大圣。 宋少诚再度看看我,这是恭维,但我不需要,感情他这是把我当孙侯了,降妖除魔,护送肉眼凡胎的唐僧一路西行。 宋少诚是唐僧吗? 这眉清目秀的样子倒是像唐僧,但这剥削人的嘴脸实在不善良。 宋总、李副总,您二位先敲定一下定餐规格,大致双方亲友的人数。 李福勾选好,我等下来拿结果给对方反馈,可以吗? 去吧,这是不急。 宋少诚道。 宋总,您不急,酒店就被人都订走了。 我善意提醒,这世界这样着急订婚这样不重视订餐的大概只有宋少诚。 我有点同情地看向李副总。 嫁给宋少诚这个工作狂,也需要勇气。 李副总也是个人精,被我看一眼,自然就明白了。 立刻哀怨地看了一眼宋少诚。 宋少诚眉头皱地就跟要去上坟似的,这特么哪里是订婚,简直是要命。 您二位商量,对方跟我要的回馈结果是下午三点前,我先出去了。 我微微汗手,退了出去。 宋少诚扫了我一眼,似乎有点不情愿。 出来之后,我所有的精气神都垮下来,只觉得身体千斤重。 回到自己的位置,小林给了一杯热白开。 周姐,你肠胃不好,没敢给你茶和咖啡,白水行吗? 刚好。 我点头致谢,谢谢。 跟我还客气。 小林笑了笑,去找广告部,准备一下请柬设计,要做到与众不同。 我觉得需要提前设计。 好的,周姐,我马上去。 刚喝了一口水,宋少诚就按了内部电话。 周密,你进来。 我只好放下杯子,再度进门。 他和李副总还在,宋少诚看我一眼。 陈生道,酒店你来定,双方亲属朋友两百左右,其他客户群体不必通知。 我点头,道,双方亲属,有哪些需要定酒店? 宋总和李副总还需要给我一个名单,我来定酒店。 这么麻烦。 李副总愣了下,看向宋少诚。 宋少诚也是有些意外地看我一眼。 我开口道,宋总,您是外地人,您这边的亲属大概都需要住酒店。 不知道李副总这边,我也是外地人,那就都得定酒店住宿。 我算了下,继续道,婚宴是一桌十个人,讲究的是十全十美的美好寓意。 而且,酒店的婚宴桌大部分都是1.8米的规格,每桌坐十个人是比较合适的安排。 我们需要二十桌,另外准备两张桌子,以防人多出来,没办法坐,可以吗? 你来安排。 宋少诚到,西装,你帮我选。 我立刻看向李副总,他也笑了笑,我没意见。 您倾向于哪一款礼服? 我又问,这个吧? 李副总指了指一张图片。 我这个,少成就这个吧? 最终还是李副总敲定的礼服,这是他的权利,我微微汗手,很快退出去。 接下来很忙,宋少诚订婚宴敲定需要很多事情要去做。 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把设计好的电子请柬给宋少诚多时候,他很是惊恶。 不是你帮我发吗? 宋总,您不请客户,都是您和李副总双方的亲友,而且还有两天半的时间,我觉得再快点快递也来不及了,您还是发电子请柬吧。 我实在搞不明白,宋少诚为什么这么仓促地订婚。 也是啊,宋少诚点点头,我自己发请柬。 我准备退出总裁室,等等,宋总,还有事? 你这脸色不太好,真病得这么严重啊。 多么难得,资本家居然发现了我的脸色不好。 是啊,一直不好,您不准嫁,我没办法休息啊。 我以为一周你休息得足够好了。 他看我一眼,下班吧,等下跟我们一趟车。 你们? 李星寒住我那里。 宋少诚道,正好一路。 不了,我就不当灯泡了。 宋总,正好我也有事要处理,你们先回吧。 我笑着拒绝,矫情什么? 以前不都一起走。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我再度笑着道,宋总,女人很小心眼的。 宋少诚一愣,看向我。 你指的是你。 我耸耸肩,犯指任何女人。 他轻哼一声,那这样说的话,你住在我隔壁,岂不是要搬走? 我心里一紧,知道是时候离开了。 有这个打算,等您订婚宴一过,我就搬家。 你要搬走。 宋少诚一呆,很是不悦。 我的生活怎么办? 宋总,您的生活,有您太太,如果您需要我经手,那我建议配备一个男性秘书,这样方便一些。 我用得不顺手。 他说,那是你的事啊,我总不能老死在你宋少诚的身上吧。 习惯就好了。 宋少诚眉头拧紧,似乎很不耐烦。 不必搬,我们住邻居,又不是一套房,怕什么。 他不让我走。 我心里有点安慰,但更多的是心酸。 我不想看着他跟他老婆每天恩爱的同进同出,我想我有这个自由和权利。 这件事,等到他婚宴结束再说吧,现在争执也没有意义。 我出去了,您发请柬吧。 以前,任何时候,只要宋少诚加班,我就必然陪着,绝不会私下先走。 这一次,我先走了。 不想看到他跟李星寒。 我想,这是我的私心,也是我权利。 我打车回去,先进了屋,洗了个澡,换了睡衣,刚打开电脑,门铃声响了。 我去门口看了一眼,是宋少诚和李星寒,两人站在我的房门口,宋少诚的脸在猫眼里都那么多清俊。 我只好打开门,保持最完美的笑容。 老板,老板娘,晚上好。 这是兴寒要给你带的粥,你不是胃不好吗? 宋少诚递过来。 啊,谢谢谢谢,刚好没吃呢。 我接过去,受宠若惊地开口道,谢谢老板娘。 我就说嘛,老板怎么可能想得到。 李星寒笑了笑,周密不用客气,这几年你照顾得我们家少诚很好,我得感谢你。 应该的,宋总是我的衣室父母,我一直当他是我爸爸。 我自然明白李星寒的意思,赶紧撇清。 宋少诚冷哼,你说大哥也行,非得说爸爸,我有那么老吗? 说爸爸这不是显得我比较尊重您吗? 懒得理你。 宋少诚扭头就走。 李星寒对我灿然一笑。 男人就这德性,别往心里去。 谢谢老板娘,您有事就直接吩咐我。 我立刻摆出来狗腿的样子。 自己心里都看不起自己,这算是什么? 怕被他看出来我寄予宋少诚吗? 哼,看着他们两人进了同一套房子,我眼睛酸涩不已,但脸上还得维持微笑,我觉得我这样演戏,可以拿奖了。 只是我不想再演戏了。 这个晚上,我睡得一点不好,我一直在想宋少诚和李星寒在一起的画面。 凌晨昏昏沉沉地睡了两个小时,我就起来了。 洗漱的时候,我盯着镜子里眼睛布满血丝的自己看了好久,眼泪忽然就控制不住地落下来。 我想,这样子不只是很丑,还很要命。 宋少诚和李星寒的订婚宴,来了二百二十人,都是他们双方的亲友,女方多一点。 我才知道,宋少诚跟李星寒是高中同学,这几年在国外,刚回国。 宋少诚的创业基金,李星寒出了三分之一。 换言之,宋少诚的公司,三分之一是李星寒的。 关于这一点,宋少诚多父母都没有回避,在订婚宴上一再提起,他父母真的是厚道人,能够不忘初心,确实很善良。 再看我,这七年跟在宋先生跟前,安前马后,人家给了我百分之零点五的股份,都已经屁颠屁颠的美帝不知道姓啥了。 只是现在,对比李星寒那些,我莫名的酸,就是吃味,我觉得有点难受。 订婚宴后,我更难受了。 宋少诚的母亲拉着我的手悄悄说,小周,这些年你辛苦了,你真的是个人才,一个合格的秘书。 我听到这话,心里比针扎的还要难受。 我觉得,这是宋少诚的母亲在提醒我,要恪守本分。 我把微笑堆在脸上,依然是无懈可击的笑容。 阿姨,您客气了,宋总没有亏待我,还给了我公司零点五的股份,我也是为了自己的钱包,不辛苦。 大概她母亲没有想到我会如此直接,面色一僵,随后多看了我一眼。 我笑着道,阿姨,您放心,我已经给宋总物色了一个男秘书,很快就可以上手。 宋少诚的母亲一愣,随后笑了笑,道,周秘书,你办事真的让人无可挑剔。 阿姨,您谬赞了。 我对他们微微汗手,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转天,宋少诚跟李星函送别他们的亲友,就回了公司。 我立刻就找到宋少诚。 宋总,我今天可以请假回老家了吧。 过几天,宋少诚很不耐烦。 我一正,没想到他还是这样,请个假真的很累。 李副总恰好进门,听到我请假,他开口道, 少诚,周秘书,为了我们的订婚宴操持了太多了。 你看他脸色确实不好,让他休息一阵子吧。 宋少诚这才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眉头皱成了疙瘩。 你真的病得这么厉害吗? 我立刻点点头。 是啊,宋总,您之前也答应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一个月。 这么久? 少诚,其实,一个月也不多。 这些年,周秘书跟着你安前马后的也没有得到休息。 现在我回来了,能为你分担一些事情, 就让周秘书回去休息吧。 一个月的假期,让他好好的休养休养。 我一愣,立刻道谢。 还是老板娘体恤下属。 宋总,您就答应吧,我真的太需要这个假期了。 一个月,宋少诚又看了我一眼,道,准了。 看来还是老板娘说话管用啊。 我立刻道谢收拾东西回了老家。 其实,我家里并没有什么事, 只是这些年没怎么回家, 现在回去陪一下父母。 结果到家的时候,我就被催婚了。 我真的有点招架不了了,我妈的碎碎念。 你都二十九了,马上就三十了, 再生孩子就是大龄产妇了, 居然到现在还不找个对象。 你说这些年,我得为你操多少心? 生你就生了个罪过呀。 跟你一起的发小们,哪一个不是两三个孩子的妈了? 你看看你,硬硬把自己熬成了老姑娘, 谁还敢要你? 姑娘,三十了,你也只能找一个二婚男青年了。 在家里,我只待了三天就逃走了, 我实在怕急了我妈的催婚。 而且在这三天里, 我妈给我找了十个男青年, 我走了十场相亲。 这简直比在公司的时候还要累。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索性订了票去旅行。 第一站,去了云南。 刚下飞机,就接到了宋少诚的电话。 他问我,我的领带你放在哪里了? 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宋少诚的声音了, 乍然听到有一些恍惚。 我的领带呢? 宋少诚再度问道, 已经很不耐烦。 我一愣,开口道, 衣帽间第二个厨子第一个抽屉里面是浅色系领带, 第二个抽屉里面是深色系领带, 第三个抽屉里面是纯色系领带。 提带呢? 他又问, 第三个厨子第二个抽屉。 手表。 第三个厨子第一个抽屉。 我怕他弄乱了, 再度到每一个手表下面的盒子里, 都有他的价位和购买时间, 你不要拿乱了, 用完之后, 敬物还原。 你什么时候回来? 宋少诚忽然开口道, 我听到他的语气有一些的低沉。 老板, 我的假期才刚开始一星期, 我这边已经乱套了。 宋少诚道, 你能不能立刻回来? 老板, 我在养病。 被他所需要, 我不知道是一种幸福还是不幸, 我只觉得非常的难过。 就像我妈说的, 我已经29岁了, 我不是不婚主义, 也不是非得一棵树上吊死。 以前, 老板没有女朋友的时候, 我还有一丝的念想, 幻想着, 也许有一天我能够趁虚而入, 但事实证明, 这七年我不曾获得老板的青睐, 自然也就没有这个缘分。 如果七年都不能得到这个人的垂青, 不能证明他眼瞎, 只能证明我们之间擦不出火花。 我应该死心, 尤其是在他已经订婚后。 我很庆幸自己从来没有露出太多的情绪, 要不然的话, 现在难以收场的是我自己。 算了, 你好好养吧。 宋少诚倒也没有强迫我非得回去, 就这样兴兴地挂了电话。 我的心却更难过了。 从昆明到大理, 丽江, 再到香格里拉, 再到西双版纳, 我这一走, 就是半个月。 千里青山, 一溪流水, 我这么看着, 很难得如此安静。 最后从昆明回来的时候, 在机场遇到了我的主治医生赵大夫。 就是这样巧, 我俩在飞机上相遇。 他看到我之后, 也是惊讶了下。 周西月, 赵医生, 好巧, 我俩的座位都是紧挨着的。 您来云南旅游吗? 他摇头, 我来看女朋友。 哦, 我点点头, 您跟你女朋友异地呀。 现在不是了。 他苦笑了下, 表情有点僵硬。 分手了。 我一时间, 有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竟然从嘴里蹦出一句话, 您解爱。 赵医生大概也被我的话给震到了, 诧异地看向我。 我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赶紧道歉。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份爱情可以埋葬了。 赵医生笑了, 说得也是。 回去的路上, 我俩时不时地聊上那么一两句, 他把我最近的生活习惯摸了一下, 问了我的病情。 你出来放松这么久, 怎么看着脸色还这么不好? 回去后, 你找个时间去医院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吧。 正好差不多快一个月了, 也需要复查。 不用, 我知道自己的情况。 我摇摇头, 你知道, 失恋, 心情不好。 我倒也没有隐瞒, 只是觉得这位赵医生跟自己也没有什么交集, 此后恐怕也不会有, 所以没有设防。 他愣了下, 那这么说, 咱俩是一样的, 都是被人抛弃的。 我摇摇头, 我不是被人抛弃的。 那是, 他眼瞎, 没看上我。 我笑着道, 呵呵, 没想到, 赵医生竟然被我逗笑了。 很快到了我们的城市, 下飞机后,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取行李, 等行李的时候, 没想到, 竟然遇到了宋少成和司机。 就这么猝不及防地相遇, 让我有些惊恶和不知所措, 一瞬间就如灵大敌一般, 浑身紧绷。 赵医生看了我一眼, 又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 恰好看到了宋少成。 他压低声音道, 需要帮忙吗? 我看他一眼, 压低声音道, 见机行事可以吗? 当然, 赵医生真的是一个好医生, 体贴入微, 这样的好男生不应该被抛弃, 该死得异地恋。 宋少成也看到了我和赵医生, 那一瞬间, 我觉得宋少成的眼睛特别地锐利, 看我和赵医生的时候有些灵力。 下一秒, 他高大的身躯就朝着我们走来。 周密, 到了跟前, 他先居高临下地看看我, 再用他那一双特别犀利的眼睛 上下地打量了一下赵医生, 我说怎么乐不思蜀, 原来是有情况啊。 我呵呵一笑, 保持最佳状态, 老板, 你这是出差了吗? 当然, 我可没有周密书这么好的雅兴, 到处出去旅游。 宋少成的语气阴晴不定的, 赵医生在旁边微微含笑, 看着宋少成, 不介绍一下吗? 宋少成挑了挑眉, 冲着赵医生那边抬了抬下巴, 我想说没这个必要吧? 结果赵医生已经开口了, 你好, 我是赵紫阳。 哦, 宋少成微微汗手, 语气还是那么的怪异。 赵紫阳, 跟赵子龙是兄弟吗? 我想骂人, 这家伙对人也太不礼貌了。 赵医生一点都不生气, 想必兄台特爱看三国。 不才, 看一点, 我是宋少成。 宋少成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又把视线转到我身上, 周秘书, 能出去长途旅游, 想必身体已无大碍, 不如明天就去上班吧。 老板, 我还需要复检, 赵医生刚跟我说了, 我的身体情况他非常了解, 不信你问他。 他是你医生? 宋少成反问, 赵医生点点头, 道, 我是周西月的医生, 也是朋友。 宋少成的目光又转向了我, 我立刻点了点头, 他点点头, 道, 嗯, 走吧, 一趟车。 我立刻拒绝, 老板, 你和司机先走吧, 我和我朋友一起打车就可以了。 矫情, 一起回家, 你还要打车? 你们住一起。 赵医生忽然问了一句, 我立刻解释道, 不不, 我跟老板住邻居, 不是住一起。 大概是我的解释, 让宋少成不悦了, 他立刻说, 既然你们愿意打车, 那我也不勉强先走一步。 我立刻松了口气, 现在这老板已经是明曹有主, 我要时刻跟老板保持距离。 回去的路上, 赵紫阳充分发挥绅士风度, 先送我回去。 下车的时候, 他跟我说了一句, 你喜欢你们老板。 我差点没有跳起来, 就像是被人踩到尾巴一样的惊恶, 瞬间又觉得大可不必如此。 赵紫阳笑了笑, 道, 我明白的, 但身体重要, 还是需要去做一个复查, 我后天上班, 你可以来找我。 好, 你说得对, 我后天去找你。 我拖着行李出来电梯的时候, 宋少诚家里的门开着呢, 他的行李箱就摆在门口。 我从电梯里一出来, 他恰好扭头看向我。 我微微一笑, 打了个招呼, 老板, 还是你快啊, 把你的行李放好, 洗了澡, 换了衣服过来帮我整理行李。 他沉生地命令道, 我愣了下, 老板, 我现在还在假期里面, 就算是朋友, 帮个忙也应该吧。 宋少诚冷声道, 老板娘呢? 我觉得老板娘可以做这些, 毕竟这种事情挺让人尴尬的, 她都有老婆了, 还要我做这些, 我觉得我该保持距离。 她是我的秘书, 还是你是我的秘书? 宋少诚反问, 我面色一变, 道, 宋总, 我现在在休假, 还不是上班时间, 那我再说一遍, 你过来帮我整理东西, 听到没有? 宋少诚的语气, 也格外地冷硬, 仿佛我不过去就不行了一样。 我沉默下来, 凉酒后才说, 好, 洗了澡, 换了衣服, 我站在镜子前, 看到里面的自己, 脸色苍白的就跟个鬼一样, 给自己化了一个浓一点的妆, 换了一身衣服, 妆容精致后, 这才去了宋少诚的房子。 进门自然是敲门的, 以前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输入密码进去, 但今时不同往日, 它有了另一半, 我必须避嫌。 而且今天收拾完了, 我会告诉他避嫌, 必须好好谈谈, 避嫌这件事。 门开了, 裹着白色玉袍的宋少诚, 站在门口, 我瞬间就呆了。 男人刚刚洗完澡, 头发还是湿漉漉的, 整个人干干净净。 我的视线落在他那优美的线条上, 他的喉结正性感地涌动着, 整个人荡漾着无限春色, 让人无法直视。 我的脸一下有点热了, 他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 十分地不耐烦, 你自己直接进来就行了, 为什么非得让我来开门? 老板, 我怕您跟英女朋友正亲热, 打扰了你们。 我说的也是冠冕堂皇。 宋少诚一下醋眉, 声音带着讽刺, 我看你脑子里全是猥琐。 我进门伸头看了一眼, 好像没有老板娘的身影, 这才道, 不是我猥琐, 是事实啊。 周西月, 他忽然喊了我的名字, 我已经记不得这人有多久没叫过我的名字了。 有事, 心寒不在, 他开口道, 哦, 我点了点头, 一颗紧绷的心也稍微松弛下来, 但总有一些心虚。 总觉得自己不应该单独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毕竟我的心里藏了一些不太干净的东西。 人家已经有了未婚妻, 我不应该再规览他, 我强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 宋少成直接去了他的房间, 我这才环顾这个房间, 发现这一个月没来, 整个房间已经乱得不成样子, 就像是被小偷扫荡过一样。 我真的没想到宋少成私下里如此的埋态。 看着这满屋子的狼藉, 我拿起电话, 叫宝洁来打扫。 打完电话, 我敲门对他说, 老板, 你这边我已经没办法整理, 所以叫了宝洁阿姨过来, 请您换好衣服。 宋少成从屋里出来, 还是穿的那件浴袍, 很不耐烦地冲着我吼了一声。 我找不到衣服了, 根本就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可以穿。 我哑然, 那您可以光着。 说完这句, 我就去忙自己的了。 宝洁阿姨可以做屋里的卫生, 但是有些文件必须我亲自去整理。 而且宋少成的书房不能随便有人进入。 宋少成在后面跟着我, 周西月, 我发现自从我订婚以后,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心里一紧, 无端地生出一股慌乱, 差点溃败成军。 对啊, 我不得不避嫌了, 老板。 我头也不回地开口道, 您现在是有家事的人了, 我不能再没大没小, 不知轻重。 宋少成冷笑, 你可真是一个合格的秘书。 对啊, 承蒙您多年栽培, 才有我今天。 既然你如此感激我, 帮我去找衣服。 我看他一眼, 有点无奈。 如果我不帮你找, 你是不是真的打算光着? 你是不是想要看我光着? 他双手还胸, 我凉凉地看他一眼。 不, 我对有负之福不感兴趣, 想看男人的话, 我可以去外面点个少爷。 周西月, 他今天第二次叫了我的名字, 我耸耸肩。 他扭头就进了自己的房间, 门砰得一声关上。 看着那紧闭的门飞, 我的心忽然萌生出一种深深的荒漠感。 还有一种彻骨的冰冷, 席卷全身, 我心里很难过, 难过得想要扭头就走。 而此时, 门忽然开了。 我一愣, 就看到了李星函拖着行李箱出现在门口。 我立刻保持微笑, 老板娘好。 李星函看到我, 似乎也有一些意外, 我能从他的眼中看到一种淡淡的不悦, 仿佛我这个闯入者太过分了一样, 其实我也觉得有些过分。 毕竟, 屋里这个男人是他的, 我要保持距离。 周秘书不是在休假吗? 是啊, 总裁刚才看到我回来, 让我帮他整理屋子, 保洁阿姨马上就到。 我怕他多想, 误会, 所以赶紧解释, 总裁在他房间, 我能不能先走。 李星函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这才点了点头了。 真是太麻烦周秘书了, 我这几天也出差了, 没来得及收拾。 不麻烦, 我也是叫保洁阿姨来, 马上就到。 我笑着道, 我回去收拾行李, 准备搬走, 以后不会那么方便帮老板。 你要搬走? 李星函似乎有点没想到。 我点点头, 我首付了一套房子, 已经装修好很久了, 一直空着, 现在打算搬到我的房子里去住。 哦, 这样啊。 他笑了起来, 那你把保洁阿姨的电话 都给我留下吧。 好嘞。 我立刻回到我那边 给他拿名片。 等到保洁阿姨一到, 我介绍他们认识, 告诉保洁阿姨 这是我们老板娘。 保洁阿姨 用一种非常同情的眼神看我。 我笑了笑, 当没看懂。 这时, 门开了。 周西月, 我饿, 宋少成喊了我一声, 声音忽然戛然而止。 他看到了李星函, 也是愣了下, 语气很是不善地开口道, 你怎么又来了? 也不打个电话, 我立刻溜了。 当晚, 我就收拾好行李, 半夜搬家走的时候, 宋少成居然跑出来, 看到我的行李 被搬家公司的人运走, 他堵住了我, 声音很是烦躁。 你大半夜搬家安的什么心? 嘿嘿, 老板才不露白。 我随便找了个理由, 当然要晚上搬家了, 谁允许你搬走了? 他冷声地质问我, 老板, 我是自由的, 为什么得到谁的允许? 我也反问, 其实, 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因为他说话的语气 就像我是奴隶一样, 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 我真的有点忍够了。 你走了谁帮我收拾我的东西? 老板娘那里有保洁阿姨的电话号码。 我开口道, 宋少成忽然一愣, 目光有些复杂难辨, 因为李星寒。 我觉得他问我这些话, 简直就是扯淡, 当然是因为这个了。 但我不想回答, 宋少成竟然在继续地逼问我, 周夕月,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回答你什么? 我冷声反问, 就是因为李星寒, 所以你要搬走。 他再度问, 语气非常冷。 宋总, 你想多了。 我自然不会承认, 那样的话, 岂不是让李星寒难做, 大家都很难堪。 我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总跑这么远上班, 有点累。 你才多大? 马上三十了, 我扯了扯唇。 我需要找个男人定下来了, 也许我做不了你的秘书了, 这个工作强度实在太大了, 我有点胜任不了。 嘶, 宋少诚竟然倒吸了一口冷气, 好像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话一样。 你想要结婚? 对啊, 我也不是不婚主义, 我妈催我了, 我想了想, 应该如此。 我笑着开口道, 我要相亲了, 老板, 你要是有合适的朋友, 觉得适合我的, 也可以给我介绍个, 我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他是过日子就行了。 这是我对另一半的简单要求。 宋少诚没有说话, 我看到他的胸膛起伏着, 好像有些情绪波动, 但他没说话。 我只好道, 宋总不介绍也没关系, 我知道宋总的朋友都是非富即贵, 我周希悦只是一个秘书, 配不上。 他并没有被我的话给震倒, 而是用一种非常锐利的眼神紧盯着我, 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样。 我努力让自己心静如水, 一张脸毫无波澜, 这是他教我的。 他不说话, 我就笑了笑, 老板, 再见。 这一次, 再见是跟他真的再见了。 从此以后, 我的单恋也彻底再见了。 周希悦, 他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我吓了一跳, 看到他一双深邃的眼眸里一片赤红。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会用这样的一种眼神死死地盯着我, 好像绝住我脸上的每一寸表情。 我承认我的心有点慌, 但更多的是酸涩和难过。 我微微一笑, 竭力用一种平静的态度面对他, 我盯着他握住我手腕的手。 那只手非常的修长干净, 纸节清晰, 指甲都修剪得整整齐齐, 甚至指甲剪都是我买的。 我笑了笑, 道, 老板, 避嫌。 他一下子松开了我, 就像是被烫到了一样, 我觉得他有些狼狈, 但我已经不想理会。 我走了, 他到底也没有再追上来。 这样就好, 我觉得。 一周后, 我还没有回公司, 就接到了宋少诚母亲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 周秘书, 我在你们公司下面的咖啡厅, 你能来一趟吗? 我有些意外, 不知道他找我干嘛。 我还是化了妆, 让自己无懈可击, 出现在宋少诚的母亲面前。 阿姨, 您好, 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 坐吧。 宋少诚的妈妈看看我, 笑了笑, 倒也很慈祥, 西月。 我一下子惊恶, 我可以这么叫你吗? 他妈征求我的意见, 我点点头, 当然阿姨, 您可以的。 宋少诚成长得像她母亲, 五官都非常地有轮廓, 她妈现在虽然年纪不小了, 但看起来依然是个美人, 风韵犹存。 可见年轻的时候, 一定也是个大美女, 只是不知道她到底找我什么事。 西月, 你们家, 父母还好吗? 她妈忽然问了一句, 我真的有点不太明白, 这位阿姨到底想要干什么了, 为什么问我家里的情况。 大概我犹豫的瞬间, 她又继续下一个问题。 我听少诚说, 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 是的, 阿姨, 就我一个。 那你爸爸妈妈 应该催你结婚了吧? 我点头, 嗯, 正相亲呢。 我妈打来的电话也非常及时, 我看了一眼电话, 立刻对宋少诚的妈妈说, 阿姨不好意思, 我接一个电话, 我妈打来的, 没关系, 你接。 她喝咖啡, 我接电话, 刚一接通, 我妈就在电话里说, 看你迟迟不找对象, 我给你找了一个小伙子, 人不错, 明天在你们公司楼下, 你俩见一面。 我一听, 心想这电话来得可真及时啊。 好, 你把我的电话给对方吧, 或者我约她也可以。 那成。 我妈嘱咐了我几句又说, 你那什么破秘书别干了, 一个姑娘家家的干什么秘书, 脸都被你丢光了。 我下意识地看向宋少诚的母亲, 她一定是听到了一些话, 但老人家面上并无波澜。 我对着电话道, 您别歧视任何职业, 我靠双手吃饭不丢人。 你是不丢人, 我和你爸都不好意思, 说你是什么老板的秘书。 她老人家在电话里碎碎念, 虽然你们老板有病, 不会前你, 但外界怎么想? 人家可不认为你跟你老板是干净的。 我有点无奈, 妈, 您别说得这么离谱。 算了, 我不说了, 反正你是老姑娘, 你一结婚, 姑爷就知道了, 轻者自轻。 我妈念叨了我几句挂了电话。 我在看宋少诚的妈, 她表情也有点尴尬。 放下杯子, 她问了我一句, 西月, 我这次来, 其实是想要问你, 老人家欲言又止, 脸上的表情也颇有些为难。 阿姨, 没有什么话直接说吧。 她私下看看, 这才下定决心, 小声道, 你说, 少诚是不是真的在那方面有问题? 我真的惊呆了, 瞪大眼睛看着她。 老人家也有点难为情, 我这不是寻思, 你跟她这么多年, 对她可能熟悉。 我一听就明白了, 宋少诚的母亲 误会了我跟宋少诚之间 这种单纯的上下属关系。 看吧, 做人家的秘书 还真的是有风险, 处处都会被人误会, 跟老板有一腿, 但问题是, 这七年, 我跟宋少诚之间 真的是清清白白, 没有一点糟粕。 当然, 除了我那颗猥琐, 寄予她的心, 但我以为, 我藏得很深, 没有人知道, 连宋少诚也是如此。 阿姨, 我跟宋总之间清清白白, 您问我这个问题, 我真的没办法回答您, 也许老板娘可以回答您。 我有点生气了, 但理智和修养 告诉我不能撕破脸。 他, 他妈苦笑了下, 算了, 我知道了, 你是个好孩子。 宋妈也没有 再继续这个话题, 我心里却嘀咕了。 难道说, 李星函和宋少诚之间 有问题吗? 尤其是那个方面, 也许宋少诚真的那方面 有问题, 要不然这七年 我怎么没看到 有女人出入他那里? 当然, 除了李星函, 这真是有点奇怪, 我居然喜欢上 一个步行的男人, 有点丢人啊, 可惜了那一副皮囊。 第二天, 我在这个咖啡厅 见了我妈给我介绍的 相亲对象。 对方是功科生, 长得还可以, 个子挺大, 就是直男。 一见面就说, 我看你长得也不错, 为什么就一直没有男朋友呢? 难道是因为 跟老板之间的关系暧昧吗? 我瞬间没办法接话了, 他又道,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好奇。 我真是觉得自己在好的修养, 在这一刻都没办法保持了, 因为这是一种冒犯, 一种羞辱。 我越是生气的时候, 越是带着微笑, 因为这是多年来的工作习惯。 谁知道我还没有发飙, 眼前一片黑影压下来。 我抬头一看, 居然对上了宋少诚那张阴沉沉的脸。 我愣了下, 功科男看到宋少诚, 看我的眼神立刻就变了, 好像是抓奸抓到我似的。 周密, 我找你来是工作的, 不是让你出来卖笑的, 笑那么骚干嘛。 宋少诚这话说得我直接乍毛。 虽然以前有别的男人骚扰我的时候, 他也会这么吼我, 但这一次, 他跑到咖啡馆来吼我, 真是让我很恼火。 哼, 功科男居然站起来就走了。 相亲太不靠谱了, 我也没拦着, 本来还想对他一顿呢, 结果省了。 大中午的你不上班, 也不休养, 跑来咖啡厅, 这么有情调。 周密, 我给你发工资是让你干活的, 不是让你来约会卖弄风骚的。 我, 我脑子真炸了, 这相亲也完蛋了。 我终于忍无可忍, 宋狗, 我忍够你了, 老娘不干了。 你说什么? 宋少诚显然没想到我会骂回去。 我也很激动, 耿着脖子瞪他, 杀不住了, 干脆一股脑发泄出来, 这七年的不满好了。 我说你是狗, 你特么工作狂, 说加班就加班, 说出差就出差, 老娘我每次被你半夜 从被窝里一个电话薅起来, 舍命相随, 什么时候拒绝过? 可我二十九了, 你都特么订婚了, 凭什么干涉我相亲? 我相亲恋爱, 怎么就是卖笑了? 再说, 我就是想卖干你鸟事, 老娘都特么把青春搭给你了, 人到老圣女一无所成, 你特么腰缠万贯, 有我个毛。 你居然好意思骂我卖? 你才卖, 你们全家卖。 老娘不干了, 今天起, 我吵了你。 不干了, 宋少成瞪大眼睛, 我从来没见过他会瞪这么大的眼, 表情管理几乎失控。 他一边倒吸冷气, 一边吼我, 你居然连辞直信都写好了。 你蓄谋已久了? 对, 我蓄谋太久太久了, 我比他声音还大, 很久之前, 我就想要辞职了。 只不过, 我曾经蓄谋的是炮他, 现在是辞职。 七年青春喂了狗, 再不能蹉跎下去了。 我再也不敢这什么破玩意 首席第一秘书了。 滚蛋吧。 我扭头就走, 他在后面追上来, 我直接在大街上喊了一声, 有色狼, 救命啊! 再然后, 他被人拦住了, 我跑了。 等到我跑回公寓的时候,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心里那股子郁闷, 总算是发泄出来了。 大概宋少成没想到我会吼他吧。 小林给我打电话, 声音很低, 周姐, 你怎么得罪老板了? 宋总他回来, 把办公司都砸了, 还让老板娘滚。 啊, 我真想到会这样, 我也很意外。 没有吧, 我只是辞职了。 宋总说, 股份不给你了。 宋狗, 果然如此, 我就知道这是空投支票。 算了, 随便他吧。 我一开始也没想过他会真的给我, 他不愿意给, 我也不稀罕。 姐, 你真的辞职了呀? 死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走呢?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笑了笑, 你好好的。 挂了电话, 就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 老人家在电话里说我果然跟老板有一腿, 还出去卖, 让我解释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啊? 宫科男居然告状, 妈, 你以后别给我介绍了, 我自己找, 你放心, 我一定在三十岁生日之前, 把自己嫁出去。 嫁不出去呢? 嫁不出去, 我就回老家, 再也不出来了, 守着你们给你们养老。 说话算话, 算, 这些年, 我有一些积蓄, 跟着送狗做秘书他给我的待遇不错, 有一说一, 他是一个好老板, 从来没有客扣过我的工资, 所以我也不着急重新规划自己的工作和未来。 我在家闲置了几天, 一天下午三点钟, 小林来了, 她苦哈哈一张脸, 见到我就哭, 怎么了? 我吓了一跳, 姐, 你还是回去救救宋总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子, 怎么了? 李星函要公司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并且与宋总分手。 我愣了下, 为什么呀? 李星函说, 当初没有他投资, 宋总公司干不起来, 现在做得这么大, 他那些钱,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不够, 要四成也很给面子。 宋少诚怎么说? 他吐血住院了。 林秘书道, 我的脸可能白了, 我承认我很担心。 那一刻听到他吐血, 我真的很担心。 谁在医院照顾他? 你找的小许, 他在医院照顾宋总, 我也通知他父母了。 小林道, 我担心宋总死了, 我脸色一变。 呸呸呸, 我不该这么说。 他跟李星函为什么分手? 是李星函说他不能人道。 小林道, 我也彻底呆住。 天哪, 我真是看上了一个太监啊。 我有点无语。 姐, 你都不知道, 他们吵架吵风了, 李星函居然那么说宋总, 说跟他住那么多天都 完成不了同房, 这种事也说出来, 真是太丢脸了。 我都不知道宋总居然不是个男人啊, 长得那么好, 怎么就不行呢? 罢了, 他都太贱了, 这么可怜, 我还是去看看吧。 于情于理, 也不能这个时候落井下石。 姐, 李星函这次铁了心, 要瓜分公司。 走吧。 去哪儿? 李星函在哪儿? 不知道。 那就先去公司。 二十分钟后, 我们俩到了公司, 去把法务叫过来。 好, 我一出现, 全公司看我的眼睛都是亮的, 比以前好像还透着尊重。 我想, 我应该感谢李星函这一闹, 彻底洗刷了我跟宋总之间有一腿的嫌疑。 至少这一点, 我得感谢李星函。 跟法务部的律师开了一小时会议, 我打电话约了李星函。 一见面, 他看到我, 眼中透着一抹冷意, 没有了以前那么装了, 开门见山地道, 怎么? 你又回来继续做宋少诚的秘书了? 我点点头。 哼, 你还真是对他不离不弃啊。 这个时候, 总不能落井下石。 我笑了笑, 你找我来, 是想要劝我改变主意? 不, 我摇头, 我不劝你。 那你什么意思? 他已经没耐心了。 我只是通知你, 股份你一成拿不到。 我淡淡地看着他, 他一听, 立刻就火大了, 声音也拔尖了。 凭你也能通知我, 你知道我跟宋少诚之间的协议吗? 以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我微微笑着, 你和宋总之前确实有协议, 但没有落到纸张上, 那不过是口头协议。 你, 你当初给了宋总一百万, 有银行转账记录为依据, 上面备注的理由是借款。 我拿出银行收据复印件, 推到他面前。 他已经很火大了。 我继续到, 一百万, 七年, 按照这几大银行, 一年定期利率是1.75%, 一百万一年定期利息就是一万七千五百元。 按照百分之三点二五, 一年是三万两千五百元。 按照百分之五点九, 一年的利息收益就是五点九万, 就算是给你百分之十, 一年也只是十万。 七年, 给你四舍五入, 不过是七十万, 加上本金, 也不过是一百七十万。 啊, 宋少诚让你代表他出面的吗? 李星寒冷讽, 他还是不是男人。 巧了, 他不是男人。 我淡淡地开口道, 你在总裁室里, 公然说的不是吗? 李星寒一审, 呵, 这就是你在他身边七年都没有上位的原因吧。 我只是淡淡地开口道, 你恐怕绞尽脑汁, 也没有得逞, 所以才会想要更多的钱财。 这是他欠我的。 李小姐, 给你百分之三十不少了, 你不满足, 还要加, 现在就走司法程序吧。 你不能代表宋少诚, 他不能代表, 我们能代表。 忽然, 一道声音传来, 看到了宋少诚的母亲和父亲。 我很惊讶, 他们两个人冷着脸看着李星寒, 好像特别地失望。 我要感谢小林把他们给叫来。 李星寒看到了他们也是一愣, 站起来, 脸色很难看。 伯父, 伯母。 宋家父母坐下来, 宋少诚的母亲看向我, 道, 西月,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你全权代表少诚处理, 这是他的委托书。 我看到打印好的委托书, 上面有宋少诚签的龙飞凤舞的名字。 我点点头, 看向李星寒。 李小姐, 我的处理很简单, 敞开了说吧, 给你一千万支票, 你同意就签字, 不同意, 可以走法律途径。 我问过律师了, 以借款为理由的收据, 就定死了你会败诉, 而且股权证书上也没有你的名字。 你听什么? 听我是股东, 股权书上有我的名字, 而且还有宋总的委托书。 你, 我想你原本可以得到百分之三十的, 但你不该那么说宋总, 打人不打脸。 李小姐, 你太过分了。 我冷冷地开口, 没有留余地, 倘若你没有在办公室说那些话, 也没有得寸进尺, 要追加百分之十的话, 或许三十还有希望。 宋家二老也是点头。 你这一闹, 我们少成这辈子都娶不了老婆了。 那是他活该, 难道还赖我? 李星寒, 你在国外离了婚回来,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宋少成的母亲忽然喊了一句, 我也是愣了下, 有点意外。 李星寒大概没想到老底被揭开, 顿时脸红耳赤。 两千万, 我要两千万。 我看向宋家二老, 他们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我开口道, 我开口道, 李小姐, 一千五百万, 多一分都不行了。 他大概看出我不会姑息太多, 竟然点头。 好, 拿支票来。 我笑了笑, 等下法务过来, 我们签字, 录个视频, 就可以了。 李星寒呆了呆, 你可真奸诈。 李小姐, 不是我奸诈, 如果我考虑不周, 我和宋总不会走到今天, 公司也不会有今天成就。 哼, 你现在这样, 也不过是一个穷打工的。 作为秘书, 对老板负责, 我问心无愧。 哼, 李星寒签了字, 支票给了他, 法务说没有问题, 我才带着宋家父母离开。 他妈拉着我的手指掉眼泪, 昔悦, 我们没想到哨诚他。 阿姨, 这件事也许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呢。 我安慰他们, 李星寒的话只是一面之词。 十六, 你跟哨诚。 他妈一下子眼睛亮了, 我的心就不忍了。 我想我一定是被驴踢了, 在那一刻, 居然说了一句话, 宋总他绝对不是李星寒说的那种情况。 这话, 就被宋少诚的母亲误会成我跟宋少诚有一腿了。 我没解释。 我以为我以后会离开, 如果保留住这个男人的尊严。 我想我也算是为我喜欢的男人做了一件事, 维持了他的体面。 后来我在医院见到了宋少诚。 他看到我, 谋色有点沉。 我想到上一次我骂了他不欢而散后, 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哎, 他还是修眉朗目, 连锦敏的唇都是水润的, 看来住院被小许照顾都不错。 我笑了笑, 走过去, 搬了个凳子在他床边坐下来。 上次不该骂你, 我道歉。 哼, 他冷哼一声。 我接着道, 但我不后悔。 周西月, 他咬牙, 你早就想要骂我了是不是? 我点点头, 黑黑一笑。 是啊, 你居然还承认? 我点点头, 你都这样了, 我怎么好意思再骗你? 他阴瑟瑟地看着我。 我不是男人, 让你很高兴。 我耸耸肩, 坦白说, 我不太信。 他微微挑眉, 我要谢谢你在我爸妈面前帮我维持尊严。 他居然知道了, 我有点意外。 不, 我也不是刻意, 使阿姨误会了。 周西月, 嗯, 你喜欢我, 是不是? 他忽然问道, 我心里一紧, 被看出来了吗? 不应该啊? 没有。 看我是太监, 所以改了主意。 他冷痴, 听他这么说, 我有点难受。 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 是喜欢你啊, 喜欢了很多年, 可惜你不鸟我。 他一愣, 似乎也没想到我会承认。 现在呢? 他又问。 我看着他那张脸, 还是没办法说不喜欢, 就点头了。 现在依然喜欢, 如果我们做一对柏拉图式的夫妻, 你愿意吗?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迟疑了下, 不敢答应吗? 有什么不敢的? 我豁出去了, 没X生活就没有吧, 反正我喜欢他, 精神生活更大过那什么。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后来他出院了, 没有求婚, 没有戒指, 直接拉着我去民政局领证。 领完证后, 非要搬到我那里, 说要我照顾他。 我看到他父母看我们的眼神 那么多暧昧, 我心里想哭, 我为什么这么要面子, 非要帮他掩盖呢? 这下, 有苦说不出了。 我在心里骂自己是圣母, 居然连结婚这时也敢冒险。 他是个太监啊, 以后我就只能是老姑娘了。 宋少成爸妈说, 等到他身体好了, 为我们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一定要对得住 我对宋少成的这份心。 我推辞, 还是算了, 我们低调点吧。 晚上, 宋少成说, 你想低调, 是想跟我离婚改嫁吧。 被他看出来了, 我善善地笑了笑, 没, 我是觉得, 你订婚和结婚都这么高调, 又换了新娘, 怕人笑话你。 哼哼, 宋少成笑得很阴险,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心思。 我心虚, 但死不承认。 我以为他不能人道, 我也无所谓那么小心, 晚上洗了澡, 我围着浴巾出来。 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深, 然后很迅速地去了洗手间洗浴了。 我翻了个白眼, 都浓道, 这么猴急干嘛? 又不行。 他脚步一顿, 回转身, 问我, 你说什么? 没什么呀。 我装傻, 笑着眨巴下眼睛, 老板, 同居快乐。 是结婚快乐? 他纠正我, 哦, 好, 你快乐就好。 我不快乐, 我不想到死还是个黄花老闺女啊。 宋少成, 我歪着头看她。 她应了一声, 声音有点哑。 我瞬间觉得自己被她的声音聊到了, 脸不自觉地有点红。 那个, 你有没有看过医生? 我终于还是说出来了我心里的想要问的话, 又不忍心伤到她自尊, 眼神躲闪着。 没看过? 为什么不看? 难道你甘心一直病着? 因为没有实践过, 不确定到底行不行。 她转头看我, 我看到她漆黑的眼睛里有着亮得吓人的金光。 我愣了下, 脸上热热的。 什么意思? 她盯着我的眼睛又说, 就算看病, 也得先实践一下。 万一没病呢? 你跟李星寒都没有实践吗? 我还是忍不住八卦他们的事。 宋少诚立刻沉了脸, 哼, 凭她也想到得到我。 想得美, 爱, 我叹了口气, 老板。 这个世界上, 只怕谁也得不到你了。 宋少诚轻哼一声, 周西月, 你一向无所不能, 我看好你。 我眨巴下眼睛, 说得也是, 没准我就成功了呢。 宋少诚朝着我抛了个眉眼, 要不你试试。 我被她惦到了, 心里痒痒的, 蠢蠢欲动。 她长得这么俊逸非凡, 就应该是一个风骚无限的男人, 或许她骨子里一直压抑着, 并没有遇到合适的点, 所以无法激发出来。 也许我可以试图勾引她一下, 说不准就治好了她呢。 不是一事, 总是不甘心。 我一咬牙, 关了灯, 就朝着宋少诚扑了过去。 事实证明, 我的确是无所不能。 宋少诚不用看医生了, 他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他不是传言所说的不行, 他绝对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第二天醒来, 我惊愕地看着他, 心里百般滋味, 传言是假的, 你果然没有问题。 宋少诚神气地挑眉, 我就说吧, 周西月, 你无所不能。 我哑然失笑, 他眯着眼睛看我, 周西月, 你现在已经得到我了, 你就偷着乐吧。 我的嘴巴咧开了, 不用偷着乐, 我想要笑, 就光明正大。 哈哈哈哈, 他看我笑, 也勾起唇角, 把我拥在怀里, 碎碎念, 老子洁身自好, 居然被人说成不行,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你这么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有点惊讶, 事关男人尊严, 不是小事。 也是啊, 他那么骄傲, 怎么可能容忍得了这种流言蜚语。 那怎么办? 总不能在公司例会上, 宣布下发一文件说你没病你狠行吧。 所以我想了下, 证明自己狠行的办法就是让你早点生个孩子, 给我洗刷冤屈。 可是, 我怎么觉得就算我生了孩子, 别人也以为我给你戴了绿帽子呢? 我觉得这件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没有一个合适的点, 很难证明宋少诚那方面没问题。 宋少诚却十分自信, 放心, 我的基因很强大, 一定可以左右孩子的长相。 我邪逆了他一眼, 那阁下你需要努力耕作了。 宋少诚点点头, 乖啊, 这需要你的配合, 早点耕耘, 早点收获。 我翻了个白眼, 我还想过两年二人世界呢。 乖, 等生了孩子再过, 生娃享受两不悟。 骗子? 呵呵, 我最大的成就是把你骗到了手。 婚后, 我跟他一起出现在公司。 他牵我的手, 对大家介绍, 我宣布个事, 我和周密结婚了, 周密以后不会再做我的秘书, 他是公司副总。 所有人都恭喜我们, 但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同情, 看宋少诚的眼神都充满了质疑。 似乎觉得宋少诚就是一伪君子, 明明不行还要以结婚掩盖。 公司新的传言, 我和宋少诚的婚姻各取所需, 他掩盖男人尊严, 我尚未成为副总。 我心里非常无语, 他连我那0.5%的股份都当我嫁妆没收了, 他很无良啊。 我每天跟他一起上下班,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我爸妈满足了, 他爸妈也很高兴。 我和宋少诚每天如胶似漆, 压得根本不是不行, 压就是一色呸, 每天晚上都不闲着。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没想到这种事比赚钱还容易上瘾, 早知道这么舒服以前就不该闷头光赚钱, 而应该是晚我。 我去,我想咬死他。 在宋少诚的心情耕耘下, 我这片荒地长出了庄稼。 婚后一年, 我生下了我们的儿子, 一个缩小版的宋少诚。 所有人都传言我给他戴了绿帽子, 我也不解释。 反正他们都是偷偷议论, 我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 直到我儿子半岁, 报到了公司, 大家看到这孩子的长相, 才谣言自破。 啊, 宋总不是太监啊, 周副总生的孩子是宋总的, 看眉眼就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七, 我就说宋总要不是男人, 怎么可能跟周副总结婚? 宋总他真男人, 非周副总不可呀。 这群墙头草, 当初可是都觉得我给宋少诚戴了绿帽子呢, 现在全都改了风向了, 我心里一股郁闷的气总算是吐了出来。 只是,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 为什么跟李星函订婚? 成熟女人, 要对自己自信。 她人和心都在你这里, 何必纠缠那么多, 好好过日子得了。